第三个进阶命令呢 叫做head 那head这个词的话 它不像前面像这个free啊 说查看这个空闲的 或者说自由的 这个不大好啊 那么head呢 它就和它的意思差不多了 首先呢 这个单词的含义 它叫头的意思啊 叫头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脖子上的这个啊 叫头的意思 那么它的作用是干嘛呢 它的作用是 查看一个文件的前多少行 对 如果不指定N 那么则默认显示前十行 默认显示前十行内容啊 这个就是它的作用 好 那么语法格式呢 就是警号 headhead headhead 然后呢 -n 空格 需要查看的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 这是这个作用 行 那么看一下 当前下面有文件啊 有文件 有文件 那我们就看这个 看它吧 嗯 install sid 我们先不加这个数字 啊 先不加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先不管它啊 我先就直接来写这个文件名 来刚才说前十行 看看是不是 走 一开始 我记得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要滚好多次 是吧 现在不需要了吧 哎 现在就十行 就十行东西 啊 后面东西呢 不显示了 嗯 啊 这个注意一下啊 这个n呢 表示啊 数字啊 n表示数字 哎 那如果说我要显示 前五行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给它去写东西了啊 好 找了东西 是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命令了吗 是不是五行呢 一二三四五行啊 五行 显示前五行的内容啊 所以后面的话 想看多少行 哎 你就输一个杠 加上一个数字 哎 然后呢 就可以查看 对呢 这个内容了啊 就可以查看这个内容了 那么除了这种用法呢 哎 好像还有其他的用法 第二个啊 第二个 第二个呢 警号 heid hid 应该看看啊 看一下这个 手册啊 还是夜地 hid 的确还有其他用法 还有杠C 那么杠C呢 是表示 查看字节 这个就不用去记了 我也不忘笔记里写了 一般不会用 一般不会用啊 谁去闲着没事的说 我打开文件 我不全看了 我就看前面多少个字啊 啊 万一端句端的不好 你还不知道后面写了啥东西 啊 所以这个就不用记了啊 我也不往上写了啊 查看前多少行 这个呢 就够咱们用的了啊 杠N 表示查看多少行 东西 那么例如刚才呢 这个地方呢 我看了一个前五行啊 前五行 那这地方的话 就输入 hid 杠5 然后后面呢 加上你需要查看的文件 名称 或者说路径吧 就这个作用 那么能看头 就能看尾啊 能看头 就能看尾 所以后面呢 有一个 TAIL TAIL指令 TAIL 指令啊 TAIL呢 就表示尾巴的意思啊 作用 查看一个文件的前 不是不能前了啊 后啊 莫 莫N行吧 如果N 不指定啊 如果N不指定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哎 默认显示 后时行 啊 后时行 行 那么也来试一下吧 TAIL 然后呢 我不显示 不出东西了啊 后面呢 加上个名令 加上文件名 来看看 至于是不是最后这个时行呢 但是我们可以和前面几行相比吗 前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Warning呢 后面是不是没有了呀 那说明它肯定不是前时行 肯定不是前时行 应该是后时行了啊 并且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提示行前面见过吧 哪个名令啊 Kat嘛 是吧 表示这个文件已经结束了嘛 是吧 哎 表示文件已经结束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看一个文件的末几行 那如果说我想指定一下 比如说我只想看最后一行 负一 是吧 最后一行 这就是最后一行啊 这就是最后一行 那么如果你不确定的 你可以通过VM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最后一行 这就是最后一行啊 没问题啊 就是最后一行 行 那么想看最后一行的话 就这么来用 他要杠一 然后呢 哎 加上文件名 哎 表示查看最后一行 好 语法格式 再来补充一下 语法格式呢 是警号 TIL TIL 杠 哎 然后呢 N 后面呢 加上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个N呢 同样是哎 表示数字啊 是一个数字 哎 数字呢 给它写上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的话啊 其实这个用法呢 倒不是TIL的最主要的用法 TIL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另外一个用法的话 这个才好用的啊 另外一个怎么用法呢 叫TIL杠F TIL杠F 这个用法很好用 第二个作用啊 刚才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作用二 作用二 作用二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 TIL TIL指令 来查看 一个文件的 动态 变化 一个文件的动态变化 哎 在那个火车站 或者说这个高铁站的 那个大屏看过吗 看过是吧 那个屏幕 哎 它会滚动播放 或者说循环的去播放 但是从始至终的时候 那个屏幕的那个 不是说那个显示屏 它有被换过显示屏吗 没有换过显示屏啊 而是换的是屏幕里的内容 哎 那么这个TIL的话 就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效果 可以动态的查看一个文件的变化 哎 怎么去用呢 哎 语法 语法就是 TIL 然后-F 加上一个文件的路径 来看看啊 这个用法呢 挺好玩的 嗯 啊 例如 那我这边呢 我得开两个终端了啊 开一个终端呢 可能就不大够了啊 呃 这样 我先呢 通过TIL-F 先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比如说 我这个Ninux是10.pt里面 那里面放的是不是Ninux是10.pt啊 啊 我通过TIL打开它 TIL-F 然后呢 这个文件在Ninux123下面 所以呢 应该是 Home上面的 这里面的 Ninux10.pt 是吧 注意 注意什么 注意这个光标 我们以前呢 说一个命令执行完了 它是不是要回到这个叫 root at localhost 这种状态啊 现在回到了吗 没回到 说明它只没执行完 没执行完 因为它为什么没执行完呢 它在等着这个文件发生变化 但是现在变了吗 没变 行 那么没变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 我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我打开了 那现在呢 我往里面写点东西 比如说 Ninux11.pt 现在有没有变 这边有没有变 没变吧 保存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结果 嗯 嗯 等会看看啊 我把它关闭看看啊 哈哈哈哈 啊 的确好人气啊 哎 居然没有变 呃 没变啊 再看看 如果这样变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 呃 等会啊 看一下这个手册 呃 杠杠 叫 TIL 看一下这个 参数啊 杠F 杠F output 没问题啊 看它解释吗 output的 appended 输出 被追加的数据 as the fural growth 这个解释的确是 和我们笔记写的是一样的啊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为什么刚才没有实时显示啊 行 那我重新再来一次试试啊 我换一个地方吧 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之后呢 那这边的话 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吧 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文件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新建一个文件试试 空文档 然后呢 换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但是不好打 重命名一下 重命名 哎 一一 现在呢 TRL TL 杠F 然后呢 一一 没东西是吧 再来一次试试 嗯 赏了一下吗 没赏啊 没赏啊 VRM 然后加上第一 嗯 也没变化啊 行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先放一下 回头 那我去找一下这个原因啊 之前一直用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今天它不变了 手册里面刚才说的是 的确会变啊 但是 管道先没讲到 先不说啊 先不说 不用重力一下啊 这个面的先放着啊 先给它标记一下 先给它留着吧 嗯 像这个呢 先留着啊 杠F这个参数 啊 待会呢 再去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来 大家自己的 刚才有没有在线下 敲的说变呢 没敲啊 没敲的话 就待会吧 嗯 行 那么TL的话 先放一下啊 接下来的下面一个呢 叫Less命令 Less命令 Less的话 它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呢 和它的单词 也是一样的 Less对应的是 对那单词含义叫少的意思啊 所以呢 它的这个作用呢 是表示 同样也是查看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查看呢 它不是说一次性全查看了 以较少的 较少的 较少的这个内容啊 来进行一个输出 那么如果说你想看后面怎么办呢 按下辅助功能键 买功能键来查看 更多 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作用 那么后面这几个命令的话 其实主要偏向于对于文件的一些相关操作啊 啊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呢 也不需要去记什么东西啊 直接是Less 然后空格 加上呢 需要查看的文件 然后路径啊 这个呢 就是它的语法格式 行 那么找一个呢 内容比较多的啊 内容比较多的呢 就是我们刚才根目录下的那个 root root这个账户下面的一个文件 叫installlog是吧 less installlog 那么按下之后呢 但是大家注意比较一下 比较Less和Cat 以及VRM的不同点 首先 鼠标能不能往上滚动了 不能了 那它这一点是不是有点像这个Cat呀 行 那能不能往后滚动呢 这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还要注意一个点就是 看这 看这 这是个冒号 这是个冒号 冒号里面能输什么东西呢 冒号里面我一般会输入 输入数字 输入数字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20 然后按下回车 你看到什么变化啊 哎 对 它就从第二号开始显示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可以通过辅助键来查看更多 也就是我默认的只显示一屏 那你要想看更多的话 你可以通过辅助键查看 辅助键呢 有数字 除了数字 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翻到最前面 这个时候呢 我按下空格键 对 一页一页的翻 啊 这个还比较方便的啊 呃 除了翻一页翻一页一页的翻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一行一行的翻 那么一行一行的翻的话 其实就 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 一行一行的翻呢 我们通过上下 这个下键 可以一行一行的翻 还有呢 就是如果想向下翻的话 还可以按着这个回车键 回车键也是一行一行的翻 但是这个呢 没有上下键来的灵活 啊 上下切换 这个比较方便的啊 所以这里面的话 辅助键呢 有这么几个 那么第一个呢 辅助键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数字 加上这个回车 这是第一个 跳得到指定行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白板键 也就是空格键 啊 叫空格键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上键 啊 上下键 上下的这个方向键啊 啊 通过这几个键 可以来控制 我们这里面的内容 那个输出情况啊 空格键表示翻页 这个键呢 应该是最好用的 这里面相比较一下的话 这个应该是最好用的 嗯 空格键表示翻页 其他的呢 就表示跟行有关的啊 要么呢 就是对应的行数 要么呢 就是上一行 要么就是下一行啊 这个呢 通过Less 请查看的一个效果 啊 它和CAT和VRM 都不大一样 啊 都不大一样 那么其中这个 冒号这个东西呢 有点像VRM 上面这个呢 不能往上翻呢 有点像这个 CAT啊 啊 集合了两个的特点了 啊 这地方呢 有一个命令呢 等待输入区 啊 这是Less的一个指令啊 是查看文件的一个较少内容 然后后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辅助功能键 那来控制他的一个更多的一个阅读 行 这是第五个啊 第六个命令 第六个命令呢 叫做 WC指令 那么WC呢 可能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就是 想到的就是卫生间啊 但是这个不是卫生间 也不是回收站啊 WC呢 是一个统计指令 作用啊 它是用于统计文件 内容信息的 统计文件内容信息的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要统计一下 我这个文件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字 啊 那这地方就显示了 哎 要统计有多少行 啊 这也可以显示 要统计有多少个单词 哎 也可以显示 哎 所以他的作用呢 就这么一个作用啊 作用统计一个文件内容信息的 包括 哪些东西呢 包括我们的行数 哎 还有呢 单词数 单词数 还有一个 呃 行数 单词数 还有一个字节数 啊 统计 统计这三个信息啊 这三个信息 那么这三个信息的话 分别怎么去用 那么看一下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呢 那面令 wc 空格 加上对应的参数 参数有哪几个 第一个 行数叫 杠l 第二个单词数叫 杠w 第三个字节数叫 杠c lwc 后面加上 后面加上需要统计的文件路径 啊 文件路径 那么其中 杠l 杠l 这个呢 比较好理解啊 l表示 lines 也就是 也就是 行数 然后第二个 杠w w 表示 w 啊 d s words 也就是单词数 啊 单词数 然后第三个呢 杠c c呢 表示 表示 byps 表示他是吧 哎 然后就是 字 结束 啊 字结束 行 那么试一下 这个命令啊 嗯 行 那么接下来呢 来试一下 刚才的这个操作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通过wc 然后呢 install log 那由于选项选项 是可以加可以不加的啊 那么项目前面的free-m 虽然说建议加 但也可以不加 那么先不加看看 哎 他这个呢 是我们统计的文件 是吧 然后呢 第一个是 行数 第二个是 单词数 第三个是 字结束 啊 字结束 那如果说 我要只统计一个 怎么办呢 啊 比如说wc vc-l 然后呢 install log 是不是验证了这个行数啊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wc- 第二个是叫单词数 -w 看看 2328 没问题吧 第三个呢 叫-c 45503 啊 45503 行 那么这块的话啊 就是他的一个统计效果 那其实用的稍微多一点的就是 -l 可能比较实用一点 其他的这几个的话 说实话 都不大实用 为什么说都不大实用呢 你比如说这个单词数 如果说我要统计个中文文档 有用吗 就感觉没啥用了 这个纯中文的话 这里面不一定有单词啊 不一定有单词 那他这个单词怎么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单词呢 比如说假设呢 咱这个mac mac啊 这个呢 是不是两个单词啊 那我再写一个 算不算两个单词呢 也算啊 也算 那么他统计单词的依据是什么 他是依照空格来区分的 依照空格啊 来判断单词的数量的 假设中括号国啊 逗号啊 不是逗号啊 空格 人 那不好意思 这就是三个单词 这就是三个单词啊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统计中文呢 或者说以后呢 用起来呢 就感觉就不是很实用了 啊 所以这个的话 可以放在其次 我们主要记呢 记他就行了 记这个行数就行了啊 这个呢 比较实用一点 其他这个字结束 我们也很少去统计啊 统计行数用的还是稍微多一点的 啊 这个是wc的啊 这么一个作用啊 主要是用来对这个文件 信息包含的行数 字结束和单词的这个数量 来进行统计啊 这个是他的作用 嗯 嗯